而尽头到北花莲,鲤鱼潭水域活动兴盛 有许多的游客都会自行带着服具来从事水上运动 也压缩了原有的水域使用空间 船家业者就担忧恐怕会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希望管辖单位能够进行总量管制 避免造成意外的发生 最近水域活动兴盛 许多游客都会带着自己的SUV独立奖 以及独木舟来到花莲鲤鱼潭进行水上活动 但是游客自行带着服具进入水域 未进行管制 经常看见SUV独立奖游客 与其他业者的脚踏船 使用水域的重叠 现象还生 当地业者就希望管辖单位 能够进行水域上的总量管制 避免不熟悉水航道的民众 造成水上运动的安全疑虑 最近立奖特别的多 在我们林义潭这边的水域上 在那边游玩 当然会造成这个安心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建议请我们重管处 能够总量数量来管制 这样子对我们所有的区域业者 也比较安全 有保障 所以说要管制这个数量 因为一次来 如果数量太多的话 游艇在行驶的上也会有危险 所以我们也不是反对 只是说要数量来管制 据了解目前脚踏船业者 立案登记为24家 在水域上的使用以及管理 都会有商圈协会来进行协调 就是要避免水域安全上的危险 而外来游客自行进入里渔潭水域油气 为做好管理机制 势必会造成安全保护上的疏漏 当地业者就呼吁 希望管辖单位能够善尽职责 才能够避免安全问题的发生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